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这期视频我们来做鲜肉粽子 食材非常简单 只需要糯米、肉和粽子叶三种 我会分享这种四角粽的包法 它有两个尖角,一点不漏米 我用的是这种圆糯米 加水浸泡四个小时 因为糯米一会儿还要调味 泡太久的话它就不容易吸收调料了 控水 让米晾上5-10分钟 因为米太湿的话接下来不容易入味 来给米调味 两勺老抽,给米上色 一勺生抽 盐 糖 拌匀 给米两个小时的时间 让它吸收调料 我们来处理肉 用新鲜的猪肉 一定要有肥肉 去皮五花肉就很好 切成半厘米厚的肉片 来调味 首选这种白酒 也可以用花雕酒 撒酒 抓肉 白酒的作用是去腥增香 其他的调料 生抽 老抽 盐 糖 都是家里最常见的调料 用力抓上一分钟 同样盐两个小时 粽叶刷洗干净 我用的是真空包装的新鲜粽叶 如果你用干粽叶 要提前用水泡一宿 让它舒展开 烧一锅开水 加油和盐 下粽叶 开水煮五分钟 煮锅的粽叶更柔软 有韧性 包的时候不容易破 如果包得慢 就泡水里 随用随取 这样粽叶就不会变干 卷起来了 来包粽子 每次用两片叶子 毛面朝里 光面朝外 叶根对叶烧 靠近右手的三分之一处 用右手中指点一下 折出一个漏斗形 对准中线 侧面是这样折过来的 所以漏斗底不会漏米 一勺米 压实 甜肉 每个粽子里都要有肥肉 这块肥肉是肉粽的灵魂啊 甜米压实 米要形成一个平面 不是斜面 合上叶子应该是正三角形 两边捏紧 下面是关键步骤 多余的叶子向右折过去 整理一下尖角 继续折 折回到左侧 最终会停留在左手拇指的位置 这样会得到两个漂亮的尖角 而且这种包法一点不漏米 来缠粽子绳 缠在中间 绳子在粽子膨胀后会卡在这个位置 它就不会散开 这种四角粽 不要用绳把粽子从头插到尾 这样反倒容易脱落 头两圈要尽量拉紧 缠三圈就够了 打死劲 粽子煮好后会膨胀 所以最后绳子会绷得更紧 把它们系在一起 分成两组 每组七到八个粽子 我们用高压锅来煮 粽子之间塞紧 这样煮出来的糯米不散 口感就好 压个盘子 确保粽子不露出水面 加开水 肉汁就锁在粽子里 不会都跑到水里 上汽后压45分钟 在锅里焖一宿 你看水里没有漏一粒米 煮好的粽子会鼓起来 所以要注意 如果绳勒得太紧的话 这里会出现一个奇怪的腰线 肉有火腿的香味 而且不柴不腻 你会不会好奇 肉的脂肪都去哪了 米又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谢谢大家收看 乔乔妈 祝大家端午安康 下期见